你覺得這次的罷免行動到最後會成功嗎 真的有辦法罷掉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嗎 我自己是蠻樂觀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這邊也是帶收點 然後其實每天都過一不絕的 有連署書交上來 然後我的不管是私訊啊 還有每一個電話也都被打爆 都說我們這邊收集了幾十份幾百份 然後整個辦公室全部都收集了 什麼時候可以去交 甚至民眾還自己多印了幾百份 然後甚至一萬份放到這邊說 有需要的就讓大家拿 所以我自己是蠻樂觀的 OK 所以看起來是有職位的啦 OK 好 感謝黃傑 也歡迎下禮拜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韓國瑜市長好辛苦啊 來 問一下小夢 你早餐怎麼辛苦 大家都看到這個是怎樣 是不是喝茫了嗎 還是怎麼樣這麼辛苦 好像很多人都說他身體不太好 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啦 但是已經聽到非常多的人說他身體不太好 所以他可能 呈現出來的樣子可能會比較疲憊一點 我想應該還是正常的 但其實招他確實是很辛苦啦 但這個照相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這是粉絲拍的嘛 所以他是不是想要塑造一種他很辛苦 然後很努力的這種形象 那當然也是有可能的嘛 所以我想這都是他的一個選舉的一個過程啊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很想要爭取他那個總統大選的獲得的提名啊 那但是現在黨內對他有一些分裂的這樣一個狀態之下呢 我想他任何的這個形象不只是形象說他說的話 或者是說他想要打的一些這個議題 都是以就是要凝聚比較極端 而且有動員能力的這些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為主 所以做出了各種行為我想都是符合國民黨支持者的口味 所以我們不能用常人的眼光來看 不能用常人的眼光 要是要用到一種耶 國民黨支持者的口味來看才行